38块钱的快乐 你值得拥有 牛肉自助 咱们就是吃爽 它这个价格 我说实话 我觉得老板遇到我这种 我都怕他亏 哈喽我是Danny 过阳的天气 真的咱们就是很爱啊 今天呢 带大家去吃一个 我种草的酸汤牛肉的自助 它除了酸汤 还有其他的汤嘛 走吧 买点卤菜 你吃的辣椒吧 这都很辣的辣椒 诶 我吃的辣的很哦 好 好 环汤嘛 环汤 直接弄沾水 直接拿 好好好 38一个人 走吧 牛肉 牛肝 心力吧 这个是肠 粉肠那种 这个是牛头皮 皮筋 这是牛筋吧 这应该是肝 蚊子 这个是什么啊 没见过 这个也没见过 我随便拿吧 还有豌豆筋 这个也没见过 又到了最考验我的蘸水时刻 开始乱来吧 来点蒜 来点胡辣椒 这个是什么 豆腐乳来一点吧 葱花 香菜 小米辣 小米辣可以多来点 木浆紫油来一丢丢 芝麻油来一点 这是我38块钱可以拥有的快乐吗 我天 我整了两个蘸水 一个乱整了 一个就是纯小米辣蘸水 真的巨爱这种 整点酸汤进去 注入灵魂 接下来就是更快乐的时候了 下肉吧 哇 这一锅牛肉 哪一个肉食都无能看的 不开心 不激动 不幸福感 爆棚啊 我天 我觉得它们的煮来真的很神心 就是随便加随便放 乱调出来的它都好吃 牛肉呢就是正经的很有嚼劲的 但是它吃着我觉得稍微会有一丢丢的脑 可能也是我煮的比较久吧 要涮着吃的 30几 我还说什么缺点呢 每一筷子下去 你都能挑到满满的肉 太爽了这种感觉 这是我的小米辣酱碟 真好吃 我觉得牛肉还是要吃这种有嚼劲的 这样我的嘴巴才有参与感 才知道它来过 真好吃 我觉得牛肉还是要吃这种有嚼劲的 这样我的嘴巴才有参与感 才知道它来过 然后刚刚那个鲜椒呢 就是辣味会重一点 其实这个也挺辣的了 它这个价格我说实话 我觉得老板遇到我这种 我都怕它亏 好像小吃一点 我咬口汤喝 哇我跟你讲 这个汤一喝 我觉得我自己 就是这个胃 一下又打开了 它酸的很清新 酸的很开胃 然后回口会有一丢丢辣 是那个辣汁不突出 我觉得我在贵州本地来吃到的酸汤 跟我自己在网上买到的那种 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真的 我把这一盘牛杂吧 给它煮进去 然后这个牛肝 我个人觉得它好肥美 厚肉碎 应该会很好吃 牛肝还有这种口感的吗 天 我发誓这是我第一次吃到 这么好吃的牛肝 在川芋屋都没有吃到这种牛肝的口感 我感觉它也没有 就是弄什么调料在上面啊 完全不行 我在火锅店吃到煮肉肝 就是口感很像 真好吃 这真好吃 我还夸一百遍 我要为这家店疯狂打扣 为这个牛肝疯狂打扣 尝一口我的鲁菜 鲁猪皮 还有阿姨给的这个小调料 她说很辣 尝一尝 好肉啊这个决筍 看不清楚它那么紧的好漂亮 这个视频拍视频 没有拍视频 没有视频 好看 可以以后要发毛了 可以 这个头都单看着 你都知道它有多眠 还有这个豆腐干 它里面是蜂窝状 真的会爆肌啊 你能打一个咸 又嫩 好吃 但是它的淡水我觉得一般般 但是没有我最早就好吃了 这个应该是心吧 因为我只知道我们家凉拌 心力就是这个东西 是心 这种心力哈 它没有脂肪含量 但是它吃起来一点都不会干肠 很有韧症 非常地紧致 还有粉肠 还有这个丸子 这是肉丸子吗 还是淀粉丸子 炸过的丸子 它的那种油脂香味好浓 好好吃啊 我去再拿点牛肝 我去再拿点牛肝 还有那个丸子 这一次的牛肉我就刚刚断红 我就跳出来 果然不能煮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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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波炒青菜 我都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 牛肝 我的牛肝 目前在我心中 它就是第一名 好好吃 我就想不明白 这么好的一个店 性价比这么高 味道这么棒的一家店 它的评价 评分反正不怎么高吧 还有几个这种 一颗性的评价 咱们就是说 你真的就是要求太高了 兄弟 我充电维生素 反正那一盆 我只认识豌豆煎和铜蒿 其他的就不认识了 喝点汤 把佐料也喝了 酸爽 鲜辣 太好喝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见 拜拜